好像反正我看到现在S级的厂长全是这个皮肤 几乎都是这个皮肤啊 军工厂厂长 这个刷点前面先知那边不看一眼吗 因为这个刷点大概率是往那个大门废墟走 中间看到了一个条箱 条箱师对于一个厂长来说他得有火没火则厂长抓条箱师 很难很难有机会 但是有火了以后呢 那就可以了 对吧你放香水我这边放个火追过去打一刀你回身过来刚好一刀撂在脸上 哎这里另外一个 这局球者的阵容相对来说是偏脆的 可以看到就是能打的不多 都是偏向于 哎这里怎么说 马上有火了 马上有火了 等 哎 追列起来了追列起来了香水真空气 4 3 3 2 1 再等再等这草长好稳 好打一刀你回去 刚好补一刀 哎开技能 这就是草长破香水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流程化操作 大家看到没有但是你一定要卡好这个时间啊你不能说 你放了黑炭然后你马上就是去 追他一刀那这时候他回去以后呢这黑炭的一个 举刀动作的时候会会那个有一个 就是池一样说不定这条是就 扭掉这一刀了 这样的话抓到一个条是还不错 外面先知这个鸟也没给上 这轮如果先知鸟给上了条是香水回去的话应该 应该会对屠夫造成不小的一个 哎这边怎么娃娃抓了又放了 可能感觉位置不太好 总体来讲的话对于厂长来说这个开局还可以接受但是有鸟空军有鸟来救呢也行 不过目前看到穷者好像是完全不想救了 想保平 外面三台机修掉的话就差这一台了 厂长看到外面三台机在动 知道什么情况 压出来 这台机差了不多 看这种厂长打的打着打着你就觉得这厂长好厉害我也想打 然后你你去打的发现 这厂长好弱 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 一个黑炭封走位好这边算了 现在就是穷者对于黑炭的一个理解也是 你只要是但凡有那个回头想要把我压在一个点的情况我一定是直接走 你要被黑炭压住就是白打一刀 枪有鸟有 鸟有这边是给了一个娃娃火 让娃娃过来来帮忙一起夹击 但电击真的不多了 厂长这把要赢的话要看开门站了 穷者这把要平 应该是有机会 但是穷者三跑的话 不太可能了 厂长面前你这个想三跑 几乎没有可能 现在没有火 这边 借个火 好有机会 呦这刀没打中 追列起来反复拉扯 这边 片番没成功好了这里又走了 那要选择 回去管电机灾电机只差一点点了 打一刀先开技能吧 开门战 开门战感觉这把应该很有看点 应该很有看点 现在两个娃在手 对吧 整个工厂任我走 左右摇摆 然后上下飞天 各种修 这里 换个娃过来 还是说 他这边在看 还在看 换娃 躲枪 不躲枪 不躲枪好钢 但这样的话外面先知已经重修了但这样的话你留着一个空军的屁股 先知套鸟一救或者说 对应该是先知套鸟一救就好了 船把娃拉回来 这边 看一下 这个距离 先知要去救人 勘探员这里还得走 先知有鸟 这边追勘探 躲一下 换回去 好这边勘探员的电机不一定好修 反身回来管勘探 再船 黑炭 这里鸟顶上无伤救下来 但两台电机已经都是压的很多了 厂长的话已经切好了传送50多秒 看他的一个娃娃分布 现在娃娃分布是两个在一起嘛 这里先知保一保等勘探员 勘探员这边在准备丢磁铁他怕厂长飞过来 现在是满火的厂长全员残血感觉这把 穷者得抢电机了 这两个人得过去抢电机 不抢的话来不及了 先知 两个人不抢怕火因为厂长是可以放那个黑炭的 绕继续绕 黑炭包 打一刀倒地 砍探员来了砍探员来了 这电机 先牵起来 对 牵起来 怎么砍探员也倒了 这空军 空军没办法啦 一刀 最终连开门战都没打到 这人多力量大呀 真是啊 真正的人多力量大 我想的是开门战的时候 厂长配合着传送 然后丢娃娃 两边反复横跳来进行一个开门战 结果开门战没打到 就算了 打赏了